今天搜救中心继续调派了空勤总队 国防部出动7架次的搜救机 持续到失联海域 海军和海巡署也加入了救难行列 来与警方、搜索人员还有海巡署 暗巡人员也都在海岸边搜寻 为了救回支失联人员 搜救人员还是冒着低温持续 而持继志工也付为家属 每一天准备热食 那么面对稍早传出黑鹰坠落在 玛里亚纳海沟的说法 空勤总队否认了这项传言